嘿 大家好 我是豬豬鞋 說到要聞一個東西的氣味 理所當然都是想到要用鼻子去聞 但是根據最新的研究顯示 其實我們的頭髮 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有嗅覺 那這怎麼回事呢 難道說假如我洗頭髮的時候 閉氣 我還可以用頭髮來聞到洗髮我的味道嗎 其實不是這樣子 他製片寧就說頭髮有嗅覺的意思 其實是說在這個頭皮的毛囊裡面 有跟鼻子裡面一樣的嗅覺嗅氣 所謂的嗅覺嗅氣其實就是指 可以和氣味分子來相結合的化學物質 在鼻子裡面的情況就是 嗅覺嗅氣跟氣味分子結合以後 打開嗅覺神經上的離子通道 就可以把訊號傳到大腦裡面 就可以聞到味道了 而頭髮上的嗅覺嗅氣 只有前面那一部分 就是嗅覺嗅氣和氣味分子結合這裡而已 但並不會把這個訊號傳到大腦裡面 也因此是不能夠真的靠頭髮來聞到味道了 但是世界各地科學家們並沒有這樣放棄 他們還是覺得說這個發現很有意思 於是一開始用各種各樣的氣味分子 去刺激毛囊裡面的嗅覺嗅氣 看看說會發生什麼事情 結果還真的被他們給測試出來 他們就發現 如果使用一種合成的檀香氣味分子 來刺激毛囊中的嗅覺嗅氣的話 居然可以促進頭髮的生長 那這是怎麼辦到的呢? 其實這個檀香氣味分子 叫做 Sandalore 它並不是什麼很稀有的東西 目前已經被大量使用在香水 沐浴乳 洗髮乳 洗面乳等等產品裡面 很多有標榜 檀香氣味的產品裡面 都會添加這個東西 那他們要怎麼做實驗呢? 首先他們找了一些人類的頭皮 這頭皮怎麼來的呢? 是來自於那些 動過整容手術的患者 他們捐贈給實驗室用的 然後再用這個 Sandalore分子 來刺激頭皮上的毛囊 結果就發現 毛囊中的OR2-AT4這個嗅覺嗅氣呢 會去跟我們的 Sandalore分子做結合 進一步分泌出一種叫做 IGF-1的激素 這種IGF-1激素呢 可以促進毛髮細胞的生長 同時減少角質生成細胞的凋亡 他們就發現 經由 Sandalore刺激後的毛囊 會加速分泌出這個IGF-1 幫助頭髮的生長 其實這個方法也不只用在頭皮上 之前有另外一個研究團隊 用 Sandalore來刺激 一般皮膚上面的嗅覺嗅氣 同樣可以來加速傷口的癒合 其實嗅覺嗅氣還存在人體的各處 比如說人類的精子裡面 其實也有一些嗅覺嗅氣 科學家就推測 這是用來尋找卵子用的 甚至我們的腸胃道裡面 也有一些嗅覺嗅氣 只是他們這次的研究 是用頭皮毛囊裡面的 嗅覺嗅氣來做實驗而已 但是這當然並不代表說 我們就趕快都用這種 加油 Sandalore 的痰木香味洗髮精 就可以不用擔心吊髮的問題 絕對不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早期 非常初步的實驗結果而已 他們預計今年開始就進行臨床試驗 到時候才能知道結果如何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你有掉髮困擾的話 也不要說看完影片 就直接跑去買痰木香洗髮精啦 好 以上就是這次介紹 這個頭髮又嗅覺嗅氣的研究啦 如果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按個讚 訂閱 鈴鐺 音樂 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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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不要忘了囉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 梅試駕裡 鈴鐺 鈴鐺 bloggp poll calls and arrow 白 e 2011 endra 鈴鐺